MING PAO TORONTO 相信不少人都有配戴水晶的習慣 而除了想得到更多心靈上的能量和支持之外 水晶都可以是有品味衣著的配件 但是如果對水晶沒有豐富的了解 又可以怎樣選到優質 而且又合眼圓的水晶呢? 榮獲香港著名品牌的尚宇軒 就可以透過他們專業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 幫你找到屬於你的水晶 一齊聽聽他們怎麼說 尚宇軒當初為甚麼成立 就是發現身邊很多人都想接觸這件事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有一個真實的途徑去了解 那些產品到底他們給了這個價錢 到底能不能拿回相對應的價值 當初我們成立的理念很簡單 就是確保我們可以提供到市場上最好的產品給你 其實我們公司還有兩句我們經常說的話 就是我們無論是對著客人還是對著我們的同事都會說的 第一就是品質是我們一絲不久的追求 就是無論如何 客人想到我們這間公司 他們希望買到比較好的水晶 所以我們從來都不會在品質上妥協 第二就是我們有第二句的 就是經常都跟我們的同事說 亦都跟客人說的 我們就是希望用最合理的價錢 將最好的水晶帶給最好的客人 所以無論是我們的產品 我們的水晶 還是我們的客人 久而久之我們會發現 其實你只要做好自己的部分 你會得到很多很好的客人的支持 這兩樣都是我們很深信的東西 到最後就是 沒有什麼跟客人說過 但是我們就經常跟同事說 顧客永遠放在第一位 希望每一個人進來我們這裏買完 都會是開心地走 而有好的運氣發生在他們的身上 你們主要的產品和服務是些什麼 都看到了 其實我們最主要就是買水晶 很多人未必會相信這件事 我當初都不相信 你問我我當初都不相信 我是一個不相信鬼神 或者一些水晶 或者一些運氣的東西 可能勉勉強會相信風水 但是當接觸了之後 其實的確是有很多事發生了 而很多客人也會分享他們的經歷 所以我由不相信去到賣 去到今時今日 最主要的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確定客人你們上到來之後 可以找到你們想要的東西 然後離開的時候 你們又可以 achieve到一些本身 希望得到的東西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想到某一方面的運氣 是相對地可能好一點 那你又相信可能是大自然可以幫到你 或者可能會相信風水 可能你會相信西式的一些塔羅尖波 那水晶是其中一個途徑去幫到你 通常會有些什麼人會上來買水晶的呢 最多的客人就會是在職的 當初我們做的時候 有一個產品叫做綠髮晶 它就是一個事業上可以幫到你很多的產品 或者是一種水晶 因為其實簡單來說 當初我也是帶綠髮晶的 我是帶完之後才相信的 因為實在有很多東西都是很順利的 它是一種事業水晶 那麼我們很多人 什麼時候會想要這類型的水晶呢 第一就是可能建工 求職 升職 或者想改善職場的人事關係 你經常說是事半功倍 跟市場上面其他水晶相比 你們又有些什麼優勢呢 簡單直接就是美 我剛才就可能都說過 我們的目標就是用最合理的價錢 給大家最好的東西 未必所有人都很認識水晶 怎樣去分質素 當然有兩種選水晶的方法 一種就是純粹講感覺 就是我見到它 我喜歡 那就買吧 另外一種就是 因為始終是一種每天都帶的東西 水晶我可能每天都帶的 我會希望它外表漂亮 我才會願意每天帶 那變相有時候就 很多時候 那個漂亮不漂亮 跟它的價錢 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很多時候都會有關係 那變相 你可以在我們這裡找到 很多你在外面未必可以找到的一個品質 或者quality 是一條一步到位 不需要不斷浪費錢在這裡換 我想我們公司 或者尚宇軒 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透過尚宇軒的專業意見 和豐富的經驗 才知道原來買水晶 由品質到效果 都有相當多的學問 要選到適合自己的水晶 真的一點都不簡單 那不知道尚宇軒的未來發展 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成立的目的 因為都比較簡單 未必會像大公司那樣 有很多目標發展 擴充 其實現在我們有銅鑼灣 有觀塘 就是希望可以服務到 不同地區的客人 那其實現階段 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那希望就是 可以將這件事 接觸到更多的人 就是帶給更多的人 因為我自己就真的 叫做 受過這件事的一個 好處的影響 所以希望更多的人 會認識到水晶 也更多的人 會認識到我們上次見 在這個程度 酒子炸 4個 這是指標 吃火傷 今宵 酒 什麼 酒 酒 酒